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是圆形后面加这个明镜与点栏目 那么在加这个阿阿的时候是不影响这个句子的 我们也经常的把这个句子用在这个过去式里面 我们想一下英语吧 英语也是一样吧 英语也是希望什么什么就好的时候 前面也是要加这个过去式的 对吧 那么我们来做一个练习 用这个 来完成对话 那么第一个呢 너무 졸려요 太困了 졸리다 졸리다 是困的意思 너무 졸려요 커피를 我们说 困的时候要喝咖啡 对吧 커피를 怎么样 喝咖啡就好了 我希望喝咖啡 那么怎么说呢 户芙琴 喝咖啡 desem君 喝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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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啡 喝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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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啡 喝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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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咖啡chen 喝咖啡 喝咖啡 喝咖啾咖啡 酒ケ打 那么还可以加 这个过去式'd 是 Portuguese 來吧 那么怎么加呢 答应呢是年纪, 벌써是什么,已经, 서른, 서른呢是三十岁的一个什么呢,一个固有词的说法, 那么, 우레, 우레是今年,今年呢,结婚就好了,那么结婚怎么说呢, 结婚,结婚하다,结婚하면 좋겠다,或者用过去时,结婚했으면 좋겠다,都是可以的, 我们看第三个, 작년에 대학에 떨어졌어요, 이번에는 고,那么, 작년,去年呢, 去年呢,这个大学已经掉了,我们说, 떨어지다,表示掉了,那么,今年呢,一定得, 一定得合格,那么, 이번에 고, 붙었으면 좋겠다,那么, 붙다呢,什么, 학교에 붙다, 那么,是什么呢,考上的意思,那么, 붙으면, 붙으면 좋겠다,或者加这个过去时, 붙었으면 좋겠다,都是可以的,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表示希望的, 要是什么,什么就好了,用这个, 으면 좋겠다,来表示, 那么,我们看一下今天的, 한 마디 토,再说一句话, 那么,今天我们讲的是什么呢, 이 배 맞다,符合口味, 那么,今天我们要追加一句什么呢, 이 비 쌀다, 이 비 쌀다, 什么呀,嘴巴短,那么,这个 쌀다,是短的意思,嘴巴短是什么意思, 表示呢,挑食啊,特别的,这个,很挑食,对这个吃饭的事情, 非常的要求严格,而且呢,它有时候指的是吃得少, 也是可以的,比如说, 음, 지금 가려 먹거나, 적게 먹는다,那么,这是它的韩文解释, 要么呢,是这个饮食呢, 가려 먹거나, 这个,かな,加在两个动词中间呢,表示这个,或者,或者啊, 那么这个, 가려 먹다,什么意思啊,这个挑食的意思, 那么,要不然就是,这个挑食,要不然就是呢, 적게 먹는다,吃得很少,这样的意思,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例句, 저는 이 비 쌀다, 음, 식을 많이 먹지 않아요, 那么,我的,因为我的呢,我特别的挑食, 我特别的吃得少,所以呢, 我这个饮食呢,吃得不是很多,这样的意思, 所以呢,叫什么呢, 이 비 쌀다, 이 비 쌀다, 挑食,或者是吃得少,可以用两种意思啊, 이 비 쌀다,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课文, 就讲到这里啦, 여러분, 다음 시간에 만나요, 下集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